来到室内和我们看到这台金光闪闪的法拉利亚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中国首次亮相的SF90的Spider 这厂房版 然后我们看到车头是非常有攻击性的 这个是新的法拉利的设计 类似于C型的大灯 也是法拉利首次用的矩阵大灯 然后我们也知道 法拉利是一个非常注重于空气动力学研发的一个品牌 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些构槽的设计 还是下方的这些碳纤维的底线 你们看到里面这些散热器 它都是不是像人家那些品牌是直立着来布置 而是它是有一定的弧度 肯定是不来配合它的一些空气动力学的特性的 已经法拉利这种车 跟艺术品一样 不用够多的去描述了 来到SF90Spider的侧面 我们看到明显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法拉利中置V8跑车的样子 但是很多细节有些不太一样 前后轮稍微有点区别 然后前轮用的是20寸的米其林的Top2轮胎 是一款完全注重进气性的轮胎 然后看到前轮的刹车盘非常非常的巨大 它用的是一个大溜活塞的卡钳 然后这么大的尺寸也只有20寸的轮圈给它塞下了 视觉上面非常的饱满 后轮同样采用了20寸轮圈 它用的也是卡普2的轮胎 但是它的宽度来到了315 表情比只有30 前轮是255 然后是35 也是20寸的轮圈 然后我看到资料上面显示 这个轮圈不光是只是为了造型的好看 它还能梳理轮功里面的空气 所以说它也是兼具了一定的空气动力学性的要求 所以乏力吗 艺术品 然后到车后部 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大的开口 然后由碳纤维试板了 可分成两段 一段应该是为涡轮增压器的中冷气散热的 然后另外一段是进气 因为毕竟这才是中置的跑车 所以说很明显这里是一个进气和一个散热的需求 然后来到车尾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part又非常肥大的车尾 明显就看上去它是一辆超跑的身份 而且战斗感十足 从上往下看能看到这个透明的机盖 里面呢藏着的是3.9T V8的发动机 和其实还连接了一台电机在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它现在发动机放的位置非常非常的低 不像原来就是从这个盖子 你能明显的看到那个发动机的轮廓在 但现在能明显看到它放的非常的低 为了它的那个重心 然后尾灯呢能看到是法拉利标志性的四圆灯的设计 但是现在呢是变成了圆角矩形 还是有一些新的风格的 中置的两个大排气 对吧 这个已经说明了什么呢 两个字 性的呢 然后呢把这些所有元素组合在一起啊 包括那个扩散器 其实它每一个叶片中间都会镂空的细节 所以说把这些所有所有的细节 放在一起造就这台法拉利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